大家请和长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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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和长 我们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共同研读的是 导师的著作 中观论诵讲记 我们上一次是跟大家一起研读 关于 题目好像是 我们人类自己的真面目 还有我们的人生的真正的意义 关于那一部分主要是在谈到 如果说我们有言起相 佛法谈有言起相跟言起性 我上次谈到的 可能大体上是在说明它的言起相 就是关于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还有我们的宗教意义 这是连天也比不上的 这些都是我们说佛法是 以心为主导 这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征 跟我们的宗教意义了 我们说人的造业力最强 做得好上身的彻底 做得不好的话也下张 墮落了彻底 这主要就是由于我们人类的三大特征 还有我们的宗教意义 所以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而这个人的三大特征 就是依着我们的宗教意义 我们宗教意义就是我们一定不满意我们现在的自己 我们人生最究竟严满的目标都表现在宗教上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我们不满意自己就是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知识等等的 我们的那个勇气等等的 都觉得不够满意是吗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人的三大特征如果能够依着我们的宗教意义 要把我们的人生开展成最圆满 以佛法来讲最圆满就是解脱成佛 这个就是依着我们的人的宗教意义 来带领着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依着佛法是吗 然后往最好的方向发展 就是发大声三心是吗 等到我们的大声三心 如果说究竟有满完整就成佛了 佛的三大功德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特征究竟圆满完整 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一般我们说到的 就是那个知情义是吗 我们上一次也说过了 知情义就是跟受享师之间可以做结合 本来受享师那是片行心所 片行心所什么意思呢 就是善心起来 这个善心变心都会起来 是 就是那知情义 知情义就是那受享师 也就是那片行心所 片行心所就是 不管是善心 恶心 无际心起来的话 这个三个片行心所都跟起来 但是我们修复之后就千千万万 我们就要去充实我们的受享师 就是那片行心所 这样我们的那受享师 就是人的三大特征 就是意念圣 泛情圣 勇猛圣 就能够如果说 就是说修大圣法 就是发大神三心 是吗 一句话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要有它的内容 我们怎么能够成佛 一定要下化终身上求佛道 下化终身就是要慈悲 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征当中的泛情圣 如果我们要上求佛道 上求佛道一定要有智慧 那就是我们三大特征的那一念圣 这样的话有智慧慈悲 铸成的那个信愿 就是勇猛往什么地方勇猛 往成物的方向迈进 那才有可能成佛 所以成佛 佛是福慧两足尊 就是慈悲智慧的福德之良 如果圆满基础 那就成佛 就是信愿所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圆满完成 所以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征 往依着佛法 就近圆满的佛法就是大圣 所以依着大圣的三心 来去增长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就是增长我们的那个 骗行心手受想师 就是五蕴 佛陀把友情分成五蕴 当中的三个蕴 受想师这三个蕴 因为行愿主要的就是实心所为主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人 这个三大特征是我们日常生活 都要去面对到了 就是思想的感情的意志的 受想师 我们如果发展的不好 就是那个健爱慢 无名是整个总相 它的地理内容就是健爱慢 发展的不好就是健爱慢 发展往好的方向就是慈悲智慧 跟信念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而如果我们把那个人的三大特征 就在日常生活 就把它发展起来 发展起来的话 我们每次顺境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乐不思索 我们因为三大特征有它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是顺境的时候 我们不会乐不思索 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顺增上 一直顺境来让我们的人的 什么叫顺增上 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顺也能够增上 逆境来呢 正好逆境来的时候 正好就是磨练 在磨练当中逆境来就能够逆增上 所以这样的话 不管是顺境逆境 就一切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让那个三大特征 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因为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因为这个就能够让我们的 当时的逆境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善心生起来 顺境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善心起来 主要就是加强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 然后碰到任何的问题来的时候 都能够 因为三大特征我们一起来就是善的 我们不会是二的 就是用这个来带动我们的心心所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在顺逆 或者是舍境当中都能够增上 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是心所 他能够变心心所 他能够带动善心 善心善心所 其他的一切善心 善心所都可以用这个三大特征来带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三大特征 往三善根的方向发展 三善根的方向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善根就会更具足 以后每次的进境来 我们的善根又会更 因为从善根撑起来就善心善心所 从善心善心所 然后再回流回来 然后又累积了那个善根 这样的话我们行出来的 我们的心跟行之间 就能够做结合了 我们大乘不是 导师不是这样说吗 用大乘三心来行一切行 大乘三心行一切善行 一切的善行就是什么 就是成佛的质量 所以初发性的菩萨是 要求信心是吧 所以叫实现菩萨 但是怎么样去实现菩萨 大乘三心里不是说 就是叫做实善菩萨 所以实善不单单是人天善 只要跟大乘三心相应的 就修实善 实善就是人间正行 实善做不好 不能够做人的 事先人都做不成 最基本的就是 但是它不是单单人天善 如果跟大乘三心相应的 那个实善 那就是成佛的质量 所以这样的话 解根行之间就能够 就能够很具体的去互相的增长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不是只有做就好 我们做是要用三心 来带领我们去做 而做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去观察到 一定要增长我们的三心 这非常重要 我们要依着三心来行一切善行 是吧 而且我们在善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去增长到我们的三心 例如我去做三事 做三事当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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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三事当然有功德 对我们帮助到的对象 当然是帮助到他 但是不单单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他 是吧 就是用大乘三心相应来去帮助他 既然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他的时候 我们在帮助到他 让他温暖 我们说假设是慈悲 让他温暖的时候 其实也温暖到我们自己的心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行的时候 忠心的去行他 一行 真的行出来的话 那样的行就会丰富我们的心 这样的话就是心跟行之间就能够 相依相成 以心为主导 然后去行一切行 行一切行就帮助我们的三心 这样的话假设我们 无量节空有无外的大悲心行 然后圆满的时候就是圆满我们的三心 大悲心行就是对一切一切的友情 行一切一切的善 这样的行 就是我们说行有身口意 身口意三行 行到最后成佛 成佛就是三德 那个三德如果以太序大师的三宝哥 就是大悲大智大雄礼 这就是人的三大特征 究竟也蛮完成的 所以我们在行一切善行的时候 在帮助到一切忠诚的时候 我们在利他当中我们要自利到 自利到最主要最主要就是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烦恼的减弱 什么烦恼的减弱 什么叫烦恼的减弱 就是把我们那个善心所加强 然后再转化烦恼 让烦恼搏 然后再转成什么 转烦恼成菩提 最主要就是人的三大特色 那思想感情意志的 我们平常就是任何任何的 任何任何的心要起来的话 一定起来说一定是怎样 先感受到 先感受到 在认识过程当中先感受到 感受到然后就是受 感受到那时候 在认识过程当中还没有认识清楚 他先有感受 就是领纳 然后在认识清楚来的时候 就是想 受那就是感情 我们说情绪 如果说受领纳 现在的说法就那情绪 种种的情绪 我们说那个EQ 主要就是那情绪方面 先有那好的境界 可以进就是可以受 可以触就是可以受了 受但是到了认识清楚的时候 那就是想 认识过程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先领纳进来 然后在认识过程 想 就是认识清楚了 那就是想 认识清楚了 接下来就要对境界有些反应 就是要对付他 要有一些反应 那就失了 所以 所以 这个受想师是 一切一切的心 一起来一定有这样的心语活动 所以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受想师 知情意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 能够带动我们的一切的善心 善行 然后三上根 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的 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而最好的方向 如果以纳乘来讲 就是纳乘三星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心跟心 我们上一次也说到 心跟心之间 善心所之间的关联 是吧 关联 包括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 之间也有互相的关系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的强项不一样 是吧 所以我们有贪心人 成情人 磁心人 是吧 这样我们就随着 我们假设我们贪心人 贪心人如果说以 可以说就是用什么门入呢 贪心人就是用那个慈悲门入 因为弹琴还有爱 是吗 就是用爱 不管他是 就是用慈悲门入 但是不是只有慈悲就好 我们大胜来要三星相应 三星相应 而且大胜是能够把人的三大特性 他们之间 互相的融合得非常好 或者世间是不太可能 因为你看我们说 智慧行人 智慧的人他可能就是 不太热情是吧 比较高傲 孤立 不太热情 而那个感情 重感情的人 他就比较 比较重视信愿 比较重视慈悲方面 但是他对于那个智慧方面 也比较忽略掉 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 老师不是一直在说明吗 就是慈悲 慈悲跟波折 都是同级什么 对缘起的理解是吧 所以他们之间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真的就去贯通他 佛是创觉实相 他不是创造实相 是 信愿慈悲智慧 本来就是交融无碍的 就是在上法当中 本来就是交融无碍的 只是我们凡夫不够理智 智慧不够 不能够把它 把它交融起来 所以大胜来讲 智慧跟慈悲是可以交融 所以大胜 挣到一切法空 慈悲就更起来 你看像观世音菩萨 他就挣到一切法空 他慈悲才能够挣得起来 大悲 大悲挣得起来 声闻呢 声闻就是 正实相 他就是入灭 大胜是 真的实相 他是无助灭 所以主要就是 那个空意 空意 所以空意呢 就是了解空意 就是不如惹是吧 大胜一切法空 所以不如惹一起来 智慧一起来的时候 我们慈悲相应的 我们就要跟着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有智慧有慈悲 当然对我们那个 要成佛的方向 当然是更有信心的 就是智慧慈悲 就是上求佛道 消化重生 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消化重生 就是慈悲 上求佛道 就是要有智慧 我们觉得 可以在延起法 日常生活当中 心跟心之间 可以这样去观察 渐渐可以了解到 重来我们现在 再怎么擦 医着法 是能够改善的 因为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都是因缘所成法 重来是 本性难移 还是可以移 只要医着法 那我们只要 看到这个方向 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了 所以智慧起来了 慈悲起来了 我们往 我们的成佛的方向 那个信心 信愿 那个也会加强了 所以医着这样 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切的善心手之间 都能够跟着去增上它 我们说先了解法是这样 了解法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 因为法 我们清楚理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调教 我们的身心 就像事件一样 我们做事 如果说做事的那个技巧 我们都非常非常熟练 非常非常知道 我们要进工厂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太慌 可能刚开始做得不太好 但是我们会知道 做不好 我们会知道 怎么样做不好 因为我们 因为那个守则 操作守则都知道 所以我现在做不好 我知道怎么做不好 为什么会做不好 我会知道改善的方向 所以我们如果说 假设了解佛法的 那个文字所要表达的 意理 我们都非常非常地清楚之后 虽然用在我们身心 刚开始用得不太好 但是我们会知道 我们这个不太好 到底是具体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太好 我如果去改善它 我具体的方式 我知道我如果去改善它 这样的话 重来是做得不好 我们还是会有那个 就是有一个方向 很明确的方向 也很明确的一个希望 就是我们一次一次 要在这边改善 这是我们上一次的 上一次主要的这个 主要是跟大家谈 这一部分 而且我们上一次也都 把那个菩萨大行 菩萨大行 它上整个都有说到了 所以这一次 如果说言起相 跟言起信来讲的话 我们上一次 主要是谈到言起相 也可以说我们说 如果大圣来讲 就有升官跟广行 广行就要具体去行 广行如果说言起信相来讲 那就是言起相的这一部分 就具体的事项 具体的事项 我们刚才说到 就心啊行啊 他们之间大悲心情 是吗 以三星太灵的 那至于我想 这一次我就跟大家 一起来共修的 就是升官的这一部分 升官的这一部分 那导师的做作 基本上都是 导师的一切 我觉得啦 就导师的一切的说法 都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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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起政见来说他 严起政见来说他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 包括 那都 如果要说到 各宗派的时候 他是依着各宗派 原来的面目 说出各宗派的 他原来的面目 原来的面目 但是如果一导师的 如果说他要 说明佛法的时候 我觉得啦 他都是依着 依着言起论 导师说他是 中奉佛说的 言起论者 依着言起论 你看佛法盖论 也是依着言起论 在说他 但是那是 阿罕信空言起 就是龙树菩萨的 信空言起 在说明他 所以在说明广弦 包括 龙树论的 那个大制度论 也是依着 升官而说出来的广弦 但是在升官当中 我想就是 老师如果说 关于升官这部分 也蛮多著作啦 如果经来说的话 经典来说 那就是 就是上边嘛 如果妙原集的上边 第一本就是 波则经讲记啦 当然第二本 那个保际经讲记也是啦 也是 那至于论点的话 上边论点 就是 中官论诵讲记 至于中边专注 专注的这一部分 专注 专注的 信空学探演 是吧 信空学探演 中官兼论 中官兼论 我说 专题在说他的啦 那其他的都是 都是有关系的啦 至于那个黑皮书 黑皮书就要就是 那个 信空学探演 是吧 信空学探演 基本上是这样啦 就是专门在说他的 我这一次跟大家一起 共同研读的就是 中官兼论讲记 中官兼论讲记 我们刚才也说到 中官兼论是吗 中官兼论就是 对于中论 就是对于中论 就是现代老师的解释 所以这两本是可以 互相的对看 待会儿就写 中官兼论讲记 我们这一次 但是这个中论 中论也 也大步头了 所以我们就是 看讲到哪里 就到哪里了 基本上可能导师的著作当中 导师著作当中 秩序是最难读的 秩序 如果有序的话 就是秩序 不容易读 至于这个经论 导师可能没有用戏 但是导师会有什么 就有那个旋论 就是这个弦论 弦论都不容易读的 尤其那个中官论送奖记 这个弦论 不容易读的 不容易读 而这一 这一 这一 弦论当中呢 我们来看这个 导师的课判 弦论 导师大概用了五大部分 来说明它 第一个就是先说到中论 中论的作者 先说到作者 然后再译者 试者 解释的 解释 然后再译者 译者就翻成 比如说翻成 除了因为要 要传到其他国家 所以文字也不一样 所以要译者 所以就分成作者 试者 跟译者 然后谈完了这个之后呢 就会谈到 劣势中观 先劣势中观 因为它中 中观论送奖记 就是劣势中观 劣势中观 就直说跟遮险 直说就直接对于 对中观怎么说 还有中观的议理是什么样 还会直接说中观的议理 所以直说可以跟遮险相对来说 直说就直接说中观的真实议 然后遮险呢 就是用遮的方式来显示 用遮的方式来显示中观的议理 至于要怎么遮 怎么遮 就是大臣三系的比较 大臣三系比较 比较其他恶系 跟性贡民系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显示出 显示出什么 中观的真实议 所以劣势中观 就是对于中观的内容 中观的内容 其实可以说就是延期了 就是对于这个的解释 用中观怎么说 就直说 然后接下来要比较什么 我们现在的世界 也要比较什么学 比较什么学 宗教要比较宗教学等等的 所以也是在比较当中 其他的恶系的不同的地方 就能够显示出中观的议理 这个就是用劣势 劣势就是中观 它的内容 中观内容 接下来第三个就是中论之特色 中论之特色跟恶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中观的内容 先用延期的 总统的面向来谈 谈延期 谈完之后 就是这个的内容知道之后 这个整体的文字 它的意理 它的意理它到底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就在说明 我们了解内容之后 内容之后导师就提出 提出三点的 这个内容有三点的特色 有三点的特色 它的意理上有三点的特色 它的特色 这个都是在意理上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有空无外 有空无外这样的特色 第二个就是有空 有就是延期有跟什么 延期空是吧 延期性向 延期性向 也可以说有就是世俗地 是吧 空就是生意地 所以有世俗地 那就俗是吧 空生意地 那就是真 就是真俗无外 真俗无外 或是世俗地 生意地无外 空有无外 或是延期法 性向无外 这谈的这个 第二个就是大小并唱 大小并唱就是 大小共空 并唱 同样都 就是因为初期大圣 都是 你看像 我们说到 在大圣经典 第一次 我们现在目前 存有的经典 说到 一圣就近的 说一圣就近的 看到的就是 华尔经先说出来 先说出来 初期大圣的 像博尔经等等的 都是 都是说到三圣法上 三圣法 而争论就把它贯通 大小并唱 最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 大小共法圆 大小共法圆 就是大小共空 大小共空 就是 就延期法 就是 阿恩经也是说 延期也是 也是 也是出世空 相应延期随身法 虽然在 阿恩经 一般 佛说 说 延期都是 生灭的延期 是吗 持有 顾比有 此生 顾比生 此物 顾比无 此灭 顾比灭 生灭的延期 一般 在谈 生灭的延期 但是 一般的 是在谈 但是在 阿恩经又说到 初世空 相应延期 随身法 所以 阿恩经说到的 生灭的延期 它是 无碍于什么 无生的延期 在无生的延期当中 幻见出 生灭的 这样的幻象 幻象 所以 中论的特色之一 就是 大小变畅 就是 都是 三层共空 都是空 都是 要正到空 才能够解脱 延期法 是 无自信 空 然后第三个 会说到 历破三桥 历破三桥 在中观经论 我们刚才说到 中观经论 是导致对中论的 现代解释 是什么 在中观经论 在中论的特色 在中论的特色当中 基本上 能够相应的 就是第一 第二 第一第二 大小并唱 导致把它放在第一个 就是 大小共管 我想 大小共管 然后第二个 有空无外 就是真实无外 我想在中观经论的时候 它更特别重视 在共同的地方 就是 大小共管 因为容管 像 龙树菩萨就是 智者入山解脱门 一切无外 是吗 这个可以说 一切法门都无外 所以基本上 导致在这个 大小并唱 就是三层共工 把它放在第一个 共管 自己在 中观经论 导致没有特别 立出 立破善巧 没有特别 特别把它 独立成一个 出来 但是导致在 在秩序的后面 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特别提到这一点 但是他没有把它 特别提出来 特别提到这一点 但是他不重在这里 导致其实他重在说 只要依着 中观的 空有无外的 这样的特色的话 这样 依着这样的特件 在佛教 佛教就是 佛教 种种的宗派 是吗 佛教 种种宗派 只要是 契礼 契机的 种种的之间 都可以在 在这个 延起信封 信封延起当中 一以贯持 那么一以贯持 我想在 中观经论 他更特别提到 更特别重视到 龙树菩萨的 能够贯涉一切法 但是龙树菩萨的 贯涉一切法 他不是 完全没有 抉择 混乱在一起的 不是 就是做一个 抉择之后 然后可以贯涉它 因为世西坛的 佛是 以世西坛来说法 是吗 导师也是 依着世西坛 来判一切一切的佛法 是吗 然后在 但是这是 依着 以佛来说的话 那是佛的方便制 佛的方便制 所以 种人是 世间西坛 世间西坛的 敌礼 也是直接 以佛陀的证据 因为就是 我们说 一切一切的法 都是佛说的法 佛应接而说 但是应接而说 是法界等流出来的法 还是从 从正出教出来的法 所以对佛陀来说 它是 佛陀的 方便散巧智慧 方便散巧智慧 所以 不管任何的西坛 它的底里都直接 佛陀正觉的 这一部分 所以如果真正的 彻底的了解 中观 性空 引起性空的话 它不会排斥一切 但是它会散贯涉一切 一切 只要是 气里气机的 一切的教说 为什么叫 气里气机 中文是 世间西坛 它的底里 还是 还是 直接佛陀正觉 但是我们要看到 不要 不要认为 那个方便就是 究竟 那就麻烦 只要是方便 就是究竟的时候 那方便 就失去佛法的方便 因为佛法的 什么叫佛法的方便 佛法的方便 是能够 依着方便 而到究竟 这才是佛法的方便 如果以为 方便就是究竟的话 那样的方便 就不是佛法的方便 所以 那就已经不是佛法的方便 但是如果 如果 一致方便 能够到究竟的时候 那个方便 就是佛法的方便 所以导致在 中观经论 秩序当中 最后的第五段当中 最后特别提到这一点 就是 在力破善巧之后 因为只有 只有性空引起性空 才能够善立一切法 这样善立一切法 它也能够知究竟 也能够知方便 就能够依着方便 到究竟 所以这样的话 就能够 一以贯之 佛法的当中的 不同学派的说法 只要它是气里气机的 一切的说法 都能够在 在 在 中观的 极有极空 极空极有的 的这样的建议之下 能够善观色一切 好 这就是中论的特色 就这三个 主要的 如果是旋论 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意义的内容 就是二跟三 劣势中观 还有中 中论的特色 这个是 如果我们这一部分 理解的话 其实我们来看 来看 导师的著作 应该 不会离开这些 只是我们这些都要有 我们说要有 要有证明题 还有应用题 其实 一切的一切的应用 我们假设说 世间有公式 有原则 原理原则 就是这个 第二跟第三 第二跟第三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之后 然后再来去观察 如果说我们这一本 就是观察中论 用这样的之间 来去观察 中论种种的破法 它为什么这样破 为什么要这样破 为什么能够这样破 这样我们就可以能够理解 理解之后 我们又能够更深刻的了解 这个 劣势中观跟中论的特色 这个互相我们说要有证明题之后 还要有应用题 应用题也让我们更了解 我们的 原理原则 所以第二跟第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 台湾的这个之后就是 说到中论在中国 在中国 就是在我们 中国不是有巴大中吗 巴大中 这个跟 在这个当然会特别提到 跟中观比较有关系 跟中观比较有关系 巴大中来讲的话 就是那个三论中跟天台中 他们之间的 跟中论之间的那个 香气度 就是他们到底 纯正度到底是怎么样 可能就在第四段的时候到了 在中国 然后第五个就是中论的组织 中论组织也非常非常精彩 导师特别提出来了 导师说中论就是通论阿涵 这是导师的特件 导师刚开始提出这个时候 很多学者也不认同 包括红阳导师的 导师一些的学者 也不是那么认同 不是那么认同这一点 有些的 有些不太认同 那也难怪 因为 从古里还都不会认为 都会认为这个是 这个是通论 就是论证这个波浦坚的 导师说这个就是通论阿涵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他就有简列的说道了 简列说道 而这个整体的中论 整体的组织 我们理解的时候 理解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整个论 结构我们理解了 对这个整个论的 大体的架构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旋论的 导师在做的大科 大科 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份讲义 基本上我们还是一样 依着刚才说的导师 人家大科 大概就是如果这份讲义 只要是宽宽的 就是我方便加上去的 没有宽宽的是吗 这个没有宽宽的 而且字比较大的 14号字 而且是出底字的 那就是导师 原文有的 而12号字 而且没有 不是出底的 而且有宽宽 那就是我方便分的 所以各位看到这份讲义 宽宽的这个不满意 可以删掉 可以不满意 但是没有宽宽的 14号字的 这个就导师的著作 也有的 所以这个宽宽这部分 只是方便初学的 方便初学 这样的话我们就先 依着目次这部分来看 看它导师这个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 我大致上方便分的 这几大部分 但是这个也可能不够善巧 只是初学者先暂时 这样先依着这来看 看完之后呢 各位就有各位的 自己的心得 各位自己的心得 然后自己在做自己的课判 自己作者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 作者这一部分 我基本上把它分成 这个 我为什么把这个课判 连细的我也放进来了 但是各位看的时候 应该怎么看 如果要看的话 先看粗的 最粗的 我课判的那个下的 那个次第 一定是先下什么 这个1 这个1 然后再刮乎1 对吧 然后再阿拉伯数字1 然后再刮乎阿拉伯数字1 然后再大写A 然后这样下去了 所以假设各位要看 作者 作者 这个导师的内容 到底有说什么的话 如果要看我这份讲义 的话 我是这样把它分成 三大部分 因为只有三 到这里来讲 三对吗 所以基本上 我的理解 就把它分成三大部分 所以作者 先看第二 就是作者他本人 是吗 就是荣书不上 他是冠 中冠什么 中冠空有 中冠空有 有极有极空 是吗 性空缘起的 中冠 空有无碍 空有无碍 中冠 中和贯通 中冠就是中和贯通 空跟有贯通 这就是空中的 空中 空中跟有中的差别 空中就是智空 智空就是 智就是有 这个有的他就是空 所以空有无碍 他空呢 这个有不是空 要其他的空 那就有中 所以有中 那空有不能够无碍 所以这边说到中冠空有 中冠空有 南北是什么 南北就是南印度 跟北印度 因为荣书不上是南印度人 但是他到北方去修学 而南印度他的 在复华当中 他的特色是 重视一切把空 在北印度呢 我们说那个西北印 不是那个有部 有部系的道本营吗 有部系他就重视 你看阿比达摩 重视分析 所以他重视法相有的 重视 就是有部尤其特别重视三四有 什么三四法相有的 就是有部 就是北方 就是三四法相有 南方呢 就一切法空 一切性空 所以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不是说先分别说诸法 后说必性空 再大致多论 先分别说法 那就依着世俗地 然后再入地一地 所以贯通南北 可以说北重视在有 三四有 什么他法相有 南呢 重视在一切法空 大小共惯一样 大圣那时候的波者心 谈到就直入一切法空 小呢 在世尊在暗经 一般怎么讲 讲生命的元旗 我忘记说到 讲生命的元旗 讲赤铁三把焰 大圣呢 讲无声 无声什么 讲无声 然后讲一石像焰 大小共惯 共惯 大小 南北 空有 然后 能够共惯这样的时候 能够做出这样的 这样的说明的时候 他就能够确立 就是龙树菩萨 确立三层共惯的大圣 就是那时候 明显地跟一般的声文分化 因为在那个时候 在龙树菩萨之前 虽然也是说到一切法空 但是没有很严谨的论述 没有很严谨的论述 跟那个一般的声文 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差别 但是确立了三层共惯的大圣 但是那个大圣 如果说三层共惯的大圣 我们中国叛教不是有藏通别言吗 藏通别言 那通教就是 如果以通 通就是出其他声 什么 龙树论 如果天台智德 那是把它判为通教 就是三层共惯 如果以导师的 就是通教那通 就是 当然天台智德 那个藏通别言 他的理解 跟导师的理解还是有不同 但是那通 通这个字 就是通前通后 通前通后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说 三层共惯的大圣 所以不是别教 藏通别言 所以那是通教 不是别教 所以确立了三层共惯的大圣 通教是出其大圣 别教就是后层大圣 所以是出其大圣 是三层共惯 就是大小共惯 就是三层共惯的大圣 但是后层大圣就不一样了 后层大圣 生文只能够断 断我执 不能够断法执 但是如果以出其大圣 龙树论是 只要有法执 必然有我执 也不是今天 今天不是就这样说吗 只要有法执 必然有我执 有我执 必然有法执 不会说 我执断了法执还在 但是后层大圣就这样说 就是因为 生文只能够断 我执是吗 不能断法执 所以我执断了法执可以再 但是如果以出其大圣来讲 只要 都是同一个自信件 碰到人就指人我 碰到法就指罚我 对吧 所以只要我执断 法执一定断 法执没有断 我执也没有断 所以切立的 很明确的切立 可以说就是中论了 中论 中论一说出来的时候 就明显的跟一般的 生文和话 所以老师说到 中论是通论阿涵的 把阿涵的佛书的 深刻意 本意彻底的 产扬出来 彻底的产扬出来 所以就显著的 以一般生文分化 所以 所以因为是这样 所以印度就尊为 大圣的鼻祖 大圣 其实以导师的理解 荣树是极大成 极大成 而中国也尊为 大圣三宗 大圣八宗的贡主 谈完这个之后 就会谈到作品 荣树的作品 作品就要先 荣树的作品 因为它太有名了 其他人都要应用它 什么 应用它的名字 托它的名字 那先说到 第一个就先说到 荣树的作品 然后第二个呢 委托的作品 基本上我们看说 这个如果要看下去 假设说这里 底下没有 就很快 就可以知道 假设说山的话 底下又很多 对吗 假设我们要 很快来分说 作品底下 到底在说明什么时候 我们不要马上就看 全部都看 我们先看到 原来第一个 因为先看 刮无一 刮无二 刮无三 刮无一就是 作品就先看到 有荣树的作品 还有委托的作品 就是不是荣树的 做的 也有委托他做的 然后第三个 对于伟做的 应该提出荣树论 才能够正确 纯洁的 看见他的本意 所以基本上 我把导师说明 作品这边 我把它大分成 这三类 各位就这样看它 如果这份讲义 如果大家要 应用目录的时候 要这样来看它 不要一个一个 详细看进去 要先看到 先大颗看下来 有要看进去 再看进去 看到荣树的作品 各位如果要看进去 再来看 荣树的作品 就分成一跟二 对吗 阿拉伯数字一跟二 第一个先分成两大类 作品先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是节者 节者生理 就是生官 我们听到生官 要分别大写 那是广线 至于它的内容 到内容再来看 然后又结说 然后特别 因为种种的作品 我们这一部书 是要说明中观 中观论是什么讲解 所以要说明中观论 所以特别中论 特别 特别详明 中论 因为中论是什么 节者生理 诸论的根本论 我们说节者生理 有很多论 很多论点 荣树不是只有做中论 很多的论点 但是在节者生理的 诸论当中 它是根本的论点 根本 所以有叫根本中 根本论点 所以称为 荣树系为 中观派 中观派 中论 我们说 简列说 就是中论 祥说就是中观论 所以叫中观派 中观派 因为它是 中论 中观论 是节者生理 诸论当中的根本论 所以这一派 就叫中 因为以中论来例 就是中观派 中观派 然后接下来 就来说到委托 委托的作品 先说到 为什么会委托作品这么多 因为要真 荣树 为他的宗主 所以有些论点 不是他的作品 也称为是他的作品 导致在内文当中 列举数例 就十八空论 四摩眼论 秘中的许多伟作 那伟作 还有伟作应该提出 荣树学外 才能够正确和纯洁的 窥见他的本意 就是纯正 导致唐说的纯正 特别都纯洁 福尔是敬 敬 清净的 他要清净 泛行圣 清净的 正确和清净的 亏见他的本意 他问了作者 接下来试着 我国旧传 旧传说有七十一家 传说 但是不是说把七十一家 翻译过来 他的作品 但是有七十一家 但是西藏的传说 八部 八部当中 导致把它分成 八部著作当中 导致把它分成两大类 就是中观家的正统思想 就是中观家的解释 解释中论的正统思想 其中有四部 另外的四部 就是维世学的别解 因为它到底不是正统 对吗 是维世学对于中论的解释 中论的解释 所以不是在后期大圣 在印度吗 不是空有之争吗 空有在相争吗 就在这里 因为维世学者也在解释中论 就认为说 一切法公是二取空 所以中观正统思想就起来 变博 所以有空有之争 然后一个结收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似者 就是传说的 传说到底有多几部 它现在就说 我国溢出的试论 我国有溢出来的试论 第一个就是 亲目的论试 论就是中论的试 亲论的论试 导师说这是主要的 因为我们 导师的中观 论诵讲句 那诵文 诵文就是从 这个亲目试的 的那个诵 把它解录出来 就依着这个试 它是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我们译出来的 我们都译出来的译本 这个是主要的 而且这个亲目试 它文艺非常简要 可以说是最早出的 就是在解释中论 最早出的那个试论 就是类似他亲目的论试 因为文艺简要 至于亲辩 亲辩有波折登论 安慧有中观试论 亲辩 如果说要中观家 或是为师学者 亲辩就属于中观家的 一个 这个安慧呢 安慧 安慧就属于为师学者 这两个可以参考 自己吴卓 另外做了顺中文 顺中文是 列宿中观大一 列宿中观大一 另外一个 传说 罗侯罗巴陀罗的试论 他早已经遗失了 译出来没很完整 但是也遗失了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龙树菩萨的再传地址 因为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 过来 我们知道了 龙树菩萨过来就提普 提普过来就是 罗侯罗巴陀罗 但是那试本早已遗失了 接下来就谈到 译者 译者 因为我们这一篇是用 用庆木寺是 金木罗史 大师翻译的 所以所用的讲本 就是这一次 就老师这一次用了 那讲本 中文树中讲记的讲本 就是 金木罗史三藏翻译的 就是从那个 金木寺的那个里面当中的 宋文 宋文把它 摘录出来 译者大师 那自己译者呢 就是罗斯大师 罗斯大师 他是先学 有部的阿比坦 有部的阿比坦 他是三次有 是吗 他说一切有 说一切有 所以 后来他到 碰到杀鸡王子 在隔壁念 那个一切 一切空啊 空 他觉得 跟那个有部的 一切有部一样 我过去跟他辩论 接受 接受 所以依着他写了什么 龙树的 十二 就是十二门论 中论 等 大圣 信空的坚论 当然巴伯大致 都问了 对吗 只是说 导致因为这边 等了 再一个等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一部 是中观经论 之外 深观 深观部分 所以导致 出这几个 导致说 对于这个 艺术信空的典籍 影响中国大圣佛教 非常非常深 导致说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没有罗斯大师翻译的 我们现在的佛教 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他没收到 现存的长寒 经过 十门的修士 就是 罗斯的门下的地址 说修士的 长寒 长寒就是跟 跟圣文 跟圣 圣 圣就是印文 有印的 压印的 长寒就没有压印的 长寒就解释了 长寒就是 就是 清末对 宗论 论文的 然后圣文的解释 要长寒 因为 石门 就是罗斯的 门下的弟子 认为 认为 清末解释 有些 有些 有些地方 有些 不太圆满 所以 有 有修士过 好 接下来就要谈到 略士中观 略士中观 我刚才说到 先直说 是吗 直说 直说 如果在 在这里的话 直说 基本上我们就看 一二 看到底有几个 第一个先总说 对吗 第二个就 详论 详论 我们再看下去 看不到了 对吗 看不到 所以基本上直说 直说就这两个 直说就是 总说 跟 详论 详论 总说当中 基本上 来看的话 就看 瓜五一二 看还有没有三 没有三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一分二 先说到什么 论明的由来 为什么叫做 称中论 或者叫中观论 为什么称它是中论 它的由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要谈到 中观就是观中 因为在谈到 为什么称这样的名词 就是为什么称为中论 中观论 为什么称为中观论 因为在论 这本论著当中 它所要论述的 所要阐明的 就阐明什么 阐明中观 阐明中观 所以 以着所权的来立名 所权的来立名 也叫中观论 他们这个 为什么就要谈到 中观就是观中 中观跟观中 基本上 我的意见 就是 中观主要是在谈 你看 中观主要是谈 能观 能观中道的会 所以中观主要是 来谈这个 能够中观的 主要是能观中观的会 然后观中是 中观所观的法 就是延起中道正法 延起中道正法 好 我们先下个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呢